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我第一次當主持人 哈哈哈哈 被逼的 不要緊張 今天我們就閒聊囉 今天我們請到一個很可愛的小帥哥 沒有沒有,Gery 嗨,大家好 Gery你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現在是喜哈諾的首席登登 不是 我怎麼敢啊 你是喜哈諾的門面耶 就是,就是影片露出者 那就是啦 幫忙就是介紹一些 會在喜哈諾的頻道啊 做一些介紹 嗯 就是推廣一些香水 沒錯 那怎麼今天會回來玩呢? 因為今天就是 酒養了Chris的頻道 好啦 真的是酒養 沒有,我也很酒養他 從第一隻碗香玉看到現在 好 好 那我想詢問你一些問題 就是 你在喜哈諾參加你介紹影片 而且還蠻專業的 那 我確定 我確定你介紹很好 謝謝 謝謝 那你是一樣 你是以什麼樣的 什麼技巧 然後教我們來去分析一下 那時候味道呢? 哦 其實平時我是 我講實話 跟大家講實話 我真的是進了喜哈諾之後 才開始結束香水這一類的東西 我是從零開始 我一開始 聞到香水的時候 我完全 沒辦法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就是只有 好聞 對,我就是覺得 欸這個好玩 欸這個我覺得還好 就是分自己喜歡不喜歡而已 那間接到後來 我發現我不喜歡的東西 都有重複的一個調性 然後我就開始去看美音之香水的香菜 然後進了才知道 我可能不喜歡 奶油釣 可能不喜歡軟香 龍鹹香 對龍鹹香 然後鴻味這一類的味 就是我才會知道 喔原來 有這些香菜的時候 是我不喜歡 然後進了才會 可以分辨出 欸香水的香菜 可能有什麼味道 有什麼味道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就是我自己 一路以來的 就是心路歷程 嗯,那還是要建議 就是 除了我們看香料表 有哪些是你認為地雷 還是你的菜 我還是會建議說 可能你要去靠貴住 試在身上 因為有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奶油晚上 可是它其實 噴在你身上呢 可能跟你的身上 一些化學變化 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手 你說奶油釣會直接消失 奶油釣呢 可能會吸引更多女生 對你的寄語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我自己 搞不好 我會先被自己暈死 不會啦 不會啦 你們家的還不錯 那今天 因為我個人 有私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喜歡 桂花香氣 那我就挑了你們家的 這支三支 很經典的桂花氣息 那 其實桂花 真的好時不時 就是挑到一個 我超不會聞的味道 就是我超 聞不出桂花味 超聞不出桂花味 對 我們的巷口那些桂花 應該有聞過吧 有吧 這我知道 就是那個味道 就是 中秋節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個 從巷口聞到巷口那個味道 很了解 那桂花這個素材呢 其實 在 它在 它在歐美比較不流行 應該說沒有 沒有那麼的 這些植物啦 所以有一些老外的挑戰 是他們可能會 會依據它的想像 或是 它真的有一個桂花的味道 然後就做了這些詮釋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今天跳這三些 剛好各有不同的方法 是 那我想要來跟各位玩一些小遊戲 好啊好啊 小遊戲 我現在來玩的啊 對 今天就是不專業講評 不專業講評 我們完全沒有惹過稿 就直接上了 對 那我們先從這次來開始 好啊好啊 我們有四箱子嗎 有有有 來 我講話會不會被殺掉 不會不會不會 我被我老闆殺掉 不會 這樣搞我壓力很大 不會不會 你可以說 你聞到的 有聞到什麼味道 這一隻 我自己聞到 有一點 柑橘 就是有一點類似 抖手乾的味道 對 柑橘檸檬 對對對 然後再帶一點 桂花 然後桂花的綠液 另外一種綠液 綠液 對 這是我目前 一噴出來最直接的味道 嗯 這個牌子 嗯 他們有一個很著名的調香師 是JCE 他就是把一個 他會用很簡單的素材 然後把它做到 那種質質 比如說是桂花 他就會做到一個桂花綠液給你 嗯 他不會有些加一些有的沒有 就是這樣呈現 就是 他的標題就是桂花 他就是桂花 嗯 對然後頂多加一些 桂花的一些綠液調 嗯 是這樣子 那桂花 其實我們在香菜來分析 它其實 它會有兩種特色 嗯 第一個它會有桂花的杏桃味 所以你現在聞到了 哦 對不對 有一點 就是有那個柑橘果香 它是桂花的第一個特色 那第二個就是 嗯 桂花的色 就是那種 我們會說桂花的木質感 對 類似 古色的色 嗯 但是桂花的乾色的色 色的 對 它有的時候它是皮革味 我會覺得是我們用植物的皮革感來形容 嗯 就是桂桂色色跟水果的感覺 加在一起就是各種的感覺 哦 色味的焦疊的感覺 對對對 是這樣子 但畢竟說 我自己覺得桂月她要唱這支香水 它的 就是 它揮發的比較快 嗯 就是我覺得它在我身上的齊香是不久 欸我覺得揮發 它 它不是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選香水啊 不見得是你留在身上久的就是好 嗯 我們沒有想看你的用途是什麼 比如說有時候我想要求新求變 我要停車後座不一樣 然後我要留很久 嗯 那有時候 這個香水團結到在我身上 我覺得它會有點暴力 就變得有點潛重感 是 那像這種香水啊 你會覺得它 可能它的散發力比較弱的地方 可是你要想我們台灣的天氣是超濕的 超濕的 超濕的那一大氣味 它的效果會再浪淡 啊 所以它雖然比較 比較小 因為我們的氣候會讓它出現 對 就這樣子 嗯 我了解 就是跟特的國家地出的那個味道 嗯 就是超濕的味道 有人喜歡精簡 有人喜歡繁複這樣子 嗯 那如果你喜歡精簡 就是桂花純粹的感覺 加一點綠蜜的話 就是這一隻 桂花純粹 對 桂花純粹 這隻應該頭賣的很好 他賣的不錯 真的嗎 這隻常常會缺貨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桂花純粹 我也覺得這隻應該是缺貨 很常會缺貨 真的是大買 好 那第二隻呢是這一隻 可以回到思想廠嗎 好啊好啊 這一隻 它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它是寫文化 在這邊 欸 朗詩1795 它是一個有年代 很有年代 對 顧名思義呢 它是以比較傳統經典的方式傳給貴 然後它會加入 好我不講 你先 你先我看看 哇 它前面 很 很濃啊 很濃啊 它前面是很濃的 嗯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像那個學廟五號 就是那種 比較經典香 它會讓你一吻 就是濃啊 對 那個女性的感覺就來了 對 就是人沒到七未先到 就是那種感覺 欸對耶 對啊 那這一隻呢它就是一種 暴力的桂花 直接打在你的臉上 就是這樣 就是很濃啊 很有畫面 對 聽跟你講它是1795 就是當時那個時候的感覺 我可以 我可以不要被桂花打 我要被錢打 哎呀 你都配點啊 然後它為什麼會很濃 它除了桂花這麼的泡立之外 它又加了一些狼蒙酒 狼蒙酒就是騷騷的那種酒香 啊對 然後就這樣 一直覺得有酒香 然後結合在一起 就是比較傳統經典的形式 就是這支桂花香菇 是 那這隻是小猩猩 這隻屬於比較濃爽面膜的感覺 我覺得這支是初期初期盛惠的香菇 嗯 對 我個人是喜歡很真實的桂花 所以這幾次我都有收 我都覺得它都很不錯 都很有真實 對 它可能是比較 比較柔美 就是霸氣的味道 可以這樣喜歡 對 這支就是比較 柔美清新啊 嗯 它比較 相對的比較平衡 裸妝的概念 裸妝比較平衡 清明一點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這張感覺 這個感覺就是 對啊 女藝人 女藝人 就是女藝人 然後跟一個清明人 是啊 而且這支會讓我意外 是它的價格非常的便宜 清明 CV值超級高 如果你喜歡桂花 讓你又有點激情壓力的話 這樣非常推薦你這一支 這支很好入手 對啊 然後再來是 這支是我最近的新頭好 新 新頭好 對 你最近 最近才喜歡它 我是前三個月 也是被有人推 跟說這支有桂花 叫我一定要去 那我是桂花啊 桂花控啊 我一聞天啊 馬上就入手了 真的 馬上就入手了 真的啊 這支的南香我記得我蠻喜歡的 香芋 我看一下 女香我好像沒有特別的聞它 我還是要跟你講 香水沒有分男生跟女生 對 我是男生王 我是收這一支 這支桂花我覺得比較鮮艷 這支桂花是符合亞洲 尤其是華人會喜歡的 為什麼華人會喜歡 華人喜歡喝茶的文化 它有茶在裡面 對 這支 這裡有茶香 桂花茶 它很跳耶 對 只要亞洲人呢 你只要有桂花 有茶 你就會愛上這一支 嗯 而且它不會膩 它不會像桂花那樣這樣子 而且它的效能很好 我有研究 它應該是有煙草 還有 斑紅花吧 藏紅花的對地 對 然後使它的那個 雖然是花長 它可以延展效 它的效能很好 我覺得它裡面有那個 蜂蜜跟雪松的那個 有 雪松的那個清零感 加上那個蜂蜜 嗯 我都聞到 好享受啊 對啊 這個味道其實是 我不知道啊 有一種 在喝 茶 菊蜜 然後加茶 有點像是菊蜜菊花茶 對對對 有 嗯 嗯 呃 剛剛講它是小欣欣 嗯 它是屬於比較艷麗 對 這一支呢是非常有品味 對 這一支可以這樣子 對 這三種不同的桂花 嗯 好來 真的 真的 你剛說有品味 我覺得完全可以搭上線 因為它有一個 嗯 是紫砂草的味道 對 那種 有點像 書籍 嗯 你這樣講就對了 它 我再幫你補充 它會有你說到紫砂草 嗯 它其實桂花跟茶 是亮的 紫砂草跟那個煙燻 還有那個煙葉 它是暗的 它會有明明的對比 有光亮 它氣味就會寫得非常的立體 很有層次 對 層次感非常的充足 很充足 嗯 這支 如果真的要挑一個桂花 我最愛的 應該是這支 應該是這支 就是它的 就是層次感很豐厚 然後 格調很加高 因為Garry比較喜歡 那個魚花的感覺 魚花是他吧 這個是Drama 戲劇 Drama 這是魚花 好 我覺得魚花 我覺得這樣很好啦 對 如果你有看我上支影片 我就是魚花的男子是我 等一下我在這裡會不會太真實 我覺得 應該很好 沒關係 老闆應該會殺人 那我還是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訣竅 就是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一個單一香材 就是桂花香料 那我們要如何去品香去聞香水 我會建議大家去有空可以去聞真實的花香 你就知道 你聞到桂花真實的味道之後 你就知道 它是以真實性為主 還是它是以模擬的夢幻的調香式的意境為主 這樣會對大家會有更大的幫助 真的 其實很多 很多香水在 在調配 調製的時候 它其實是想要呈現給你看那個畫面 嗯 就是你需要在 我們噴上 穿上它的時候 你可以去就是 想像那個畫面 好像你就是那個王者 對 就是張曼玉這樣子 張曼玉 因為 不是 因為我看它的那個 那時候創辦 不是 是那個 藝術總監 他就說 他調製這支香水是要做個有品味的那一句 他有說這句 對 這個 的確你可以把自己帶入它 如果你穿上它的時候 然後其 有些就是你要帶入那個角色 有些是你可以想像你身在你的奇境 身定奇境裡面 對 真的很感謝喜安隆 你進了這三個這麼棒的男子 讓大家認識 感謝老闆 不是感謝老闆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也代替喜安隆 謝謝你 我是真的真心喜歡他 對 這三支 也推推啦 就是喜歡桂花的朋友 嗯 就是可以 可以入手 我覺得先去試啦 先不用入手 去試了再說 這種東西就是 不求急 要求真的是 實用 穿得到再說 我自己覺得 不錯 好 謝謝Chris 跟我們一起拍片 然後 邀請我到你們的頻道玩 謝謝 我的第一支合作影片就是你啦 哈哈 太榮幸了 太榮幸了 OK 呃 謝謝大家的 觀看 那 今天的粉絲是一個心得的 閒聊 哈哈 真的是閒聊 對 我們沒有沒有 rego 就希望大家喜歡這樣的風格 那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留言 那也幫我們的喜哈諾 小王子按個讚 耶耶耶 謝謝謝謝 可以來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個讚 這樣子 那就 這樣囉 掰掰 trze 又